随着时代跟科技的进步 手机已经是金融消费的重要工具 全球性的Q点支付平台系统 目前会员数正在快速增加 2018年12月17号 又来自全世界各地 600多名的Q点支付会员跟领导人 集合在台湾金门 深恒昌金湖大饭店 成立Q点国际社群 经营管理委员会 并且选出中华海峡两岸 青年教师交流协会理事长钱宝成 担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钱宝成主任委员 在成立大会致辞时表示 Q点支付以区块链技术开发 是最创新的行动支付平台 可以实现点对点跨境转账 又增加了个人的收入 Q点支付它是一个支付工具 然后这个支付工具呢 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支付工具 有一个工具加 那这个可以加什么呢 可以加任何行业 我们可以加这个学校教育这一块 也可以加我们这个旅游这一块 但是我们可以加很多方面 钱宝成主任委员表示 Q点支付 以类似中国大陆支付宝的形态 加上有80%的积分回馈 等于消费两则化 所以不仅会员增加 合作的商家也越来越多 就像我们国内 这个习主席一直在讲的 就是互联网家 互联网家的概念是一样的道理 那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让消费者能够更容易的消费 有一个两则的消费 无痛的消费 让店家又能够增加很多的消费者出来 能够去他的库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Q点支付最好的一个东西 使用Q点支付平台 国内外到处都用得到 观光旅游或者是一般消费都非常方便 金门县副县长吴成点 也特别到成立会场站台 希望Q点支付能够活络消费经济 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 很好很好 这个方方面面的人来 来新的idea 新的形态 到金门这个地方来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舞台 大家都喜欢来 来这边花挥你的智慧 提出你的贡献 然后又另外对两岸有正面的加分 正面的加值 方方面面的 我们在政府的立场 在地方政府的立场 我们是绝对鼓励 而且只要我们做得到 我们都乐意配合 在这场成立大会当中 不仅有武龙武师大鼓队炒热气氛 晚宴当中 还有原著名歌舞 传统记忆的各式各样热闹精彩演出 让现场的会员跟贵宾都还翻了天 Q点国际社群经营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 会将业务推广跟支付平台 纳入系统化管理 预计明年3月还要在中国海南召开千人大会 打造Q点支付成为国际性的大型支付平台 记者肖佑金 陈文旭金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额 转发 预考 辑 鹿运 转发 预期